和你初见的时候 是在电梯里 抬头看你的那一眼 我怎么都没想到 能让我之后的每一天 都在期待和等待中煎熬着 我相信意见钟情 我也相信我们是有缘人 可惜的是 我们有缘无分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心里的那只小鹿 又开始了普通普通乱撞 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你在哪里 我的目光就想停在那里 可我遇见你的时候 你身边已经有了别人 所以我不敢打扰 只好默默地单恋着你 在你看不见的地方陪着你 都说暗恋是世界上最辛苦的事 因为我想给你的 你都看不到 因为我能给你的 你也不需要 我只要充当你朋友的身份 和你聊天 虽然你总是那么高冷 总是轮回我的消息 但是没关系 我把你的备注改成了 正在输入 这样你没回我的时候 我会告诉自己 你正在打字 再等等你的消息 就会回过来了 我做过最勇敢的事情 不是义无反顾地去爱你 而是装作云淡风轻地 听你说 你和他的爱情 我喜欢你 那是一个人的冰黄马乱 那是一个人的寥寥的美好 和弱大的落寞 身边的好的朋友 让我放弃你 他们不止一次问我 究竟喜欢你什么 说实话 我自己都找不到 喜欢你的理由 可喜欢一个人 非要找一个理由吗 我也想像 他们劝我那样 放弃你 然后去选择 一个喜欢自己的人 但我不想将就 所以我才坚持坚持 哪怕你对我 没有丝毫情意 写了很多 关于你的文字 也偷拍了 你很多的背影 甚至连梦里 见到的 也全都是你 记得有一次梦见 你不理我 我哭了很久 不知道是在梦里 还是自己真的 哭到难过 到哭泣 直到醒来 眼睛肿成了淡眼皮 我才清楚地知道 就连梦里 我都舍不得失去你 其实从一开始 我就知道 对你的喜欢 不会有结果 但我还是喜欢了 要怎么解释 在我毫不犹豫地 喜欢上你时 恐惧同样 无边无际 我想过疏远你 这思念总是 在拉扯着我 你说我性格 好好济济阳光 可你不知道 在我最委屈 最想你的时候 在你看不见我的时候 我才敢失落 你说我很优秀 可即便我再优秀 又如何 还不是得不到你的喜欢 你说你不是不想和我聊天 不是不想对我好 而是不敢 更怕自己最后像 先进沼泽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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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对我而言真的很重要 每每这样 想和你聊天时 我就把想对你说的话 全部发给了自己 想跟你说的有很多很多 但有些爱 只能止于唇齿 言于岁月 现在的我退一步舍不得 进一步没资格 没有身份过你的生活 连吃个醋 都名不睁言不顺 和你迟迟远近 却无法靠近 和你在一起的那个人 是多么幸运 早在我遇见你时 就能够拥有你 很多时候你的无意之举 总会让我内心窃喜 就像每次和你目光就要知识 你都会冲我微笑 明明你和别人目光碰到时 也会微笑 但我就是觉得 你对我的笑最为特别 等过你很久的消息 但最终还是等来那句 消息一发出 但被对方拒收了 看到手机屏幕上 显眼的红色感叹号 不争气的眼泪 直不住在眼眶里打转 我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 如果一定要说我做错了什么 那就是猝不及防地喜欢你 那就是猝不及防地喜欢了你 我难过 但想想 这样也好 我也终于可以 不用再想着法去联系你了 你终于不用再哭哭 等着你回我的消息了 你一定要过得好 不然对不起 我都不打扰 后来听说你要去道成了 带着你心爱的他 不知道你是否 还记得曾问过我 想去哪里 我不加思索地告诉你 我想和我最心爱的人去道成 看蔚蓝的天空 看金黄的草地 看一场秋天的童话 现在看来 那只不过是我的梦 你不会参与的大梦一场呀 也许有一天 我们不在乎到晚安 也许有一天 在陌生的城市相见 也许有一天 我们都已经改变 没有了联系 也不再想念 你在南方 只有寒冬和下阳 我在北方 也只能每天幻想 不管我和你在梦里 是不是一样 姑娘 我最想见的姑娘 我也知道 说再多的情话 都不如去见你一面 我也知道 有再多的承诺 都要去实现 每当开心和难过的时候 我又开始想你了 姑娘 被称某名的姑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其实我也想过 四处去流浪 带着你和你的梦想 我们去哪里 天最近的地方 我给你唱歌 你留下最美的景象 可是你在南方 只有寒冬和下阳 我在北方 也只能每天欢笑 不管我和你在梦里 是不是一样 姑娘 我最想见的姑娘 我也知道 说再多的情话 都不如去见你一面 我也知道 有再多的承诺 都要去实现 每当开心和难过的时候 我又开始想你了 姑娘 没曾谋面的姑娘 我也知道 说再多的情话 都不如去见你一面 我也知道 有再多的承诺 都要去实现 每当开心和难过的时候 我又开始想你了 姑娘 未曾谋面的姑娘 也许有一天 我们不在乎都晚安 也许在明天 我们就会相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